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那一刻我的头在两个垫子的夹缝中 紧接着两条腿几乎折过来了 我可以清楚地感觉我的两只脚打到了后脑勺 看到这句话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场景 车祸现场 坠楼事件 高度骨折 事实是这是1995年 33岁的杨子琼在拍戏时 从18米高的桥上跳下摔坏了颈椎 背部及腰部受到了不同程度扭伤的恐怖现场 就令一项见过不少惊险画面的红金堡 在当场也被吓坏了 这就是拼命三娘杨子琼 他拍摄的武打动作片从来不用替身 他因为发生过意外事故 在保险发达的香港买不到保险 他被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歧视勋章 法国至高荣誉勋章 获封美国人物杂志电影史上35位大美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 想于视电影坛的武打美女巨星 情感却波折不断 迄今未婚 是要求太高 还是真相外接说的那样 情史泛滥 借助男人提高自己的咖位 不过近日有媒体曝光 杨子琼在某软件朋友圈发布与凯特布兰切特的部分视频通话录屏 视频中凯特布兰切特因炫耀其在拍摄雷神3期间 从片场顺走的锤子而被杨子琼宠溺批评 而另一条视频中凯特布兰切特更是隔空新闻 此前美国媒体曾爆出双性恋的凯特布兰切特 疑似和杨子琼搞雷斯琴 两人曾在晚宴和颁奖典礼上食指相扣 申请对视 后又爆出两人前后脚进入某家酒店 但两人均未公开回应或者公布恋情 据两人好友透露 凯特布兰切特和杨子琼近期因颁奖计非常忙碌 但是不影响两个人包电话粥和视频通话 看来两个人虽然未官宣 但是已经在一起了 这件事迅速引起了热议 在广大网友的印象中 杨子琼是和法拉利老总在一起 相恋19年的神仙爱情 如今却传出这样的消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83年 21岁的杨子琼获得了马来西亚小姐冠军 站在台上的她青春美丽 笑艳如花 此时台下的一个富商 被这个女孩吸引了 这个富商就是潘迪生 潘迪生是香港知名富商 在她接受家族生意后 她觉得电影有搞头 便和红金宝创立了德宝电影公司 在选美比赛上 见到杨子琼后 潘迪生对她历练不忘 于是她盛情邀请杨子琼 来香港发展 彼时的潘迪生 刚回到香港不久 就在商界上打了一场漂亮的品牌专营战 是一名妥妥的青年才俊 来到香港后的杨子琼 先是和成龙拍摄 基隆雪手表广告 后又和周润发 拍了基隆雪手表的另一个广告 此时的潘迪生 趁热打铁 劝服杨子琼进入了自己创立的德宝电影公司 进水楼台先得月 潘迪生对杨子琼的关照 许多人都看在眼里 大哥喜欢的女人得罩着 所以在杨子琼进入公司后 就在红金宝 林子祥之眼的猫头鹰与小飞象中 担任女主角 只是电影上映后反应平平 票房惨淡 杨子琼和她所在的德宝电影公司发仇了 另一个合作人洪金宝有了主意 那就是拍摄一部动作片 潘迪生有些不忍 毕竟自己喜欢的女人 不想让杨子琼冒险 但是生性喜欢挑战不服输 又有拼劲的杨子琼却答应了 第二天 杨子琼真来到了洪家班 和一群操汉子 练功打沙包踢腿 这一练就是半年 1985年 《皇家师姐播出》 杨子琼在电影中 亲自完成 戏中穿玻璃之类的危险动作 让观众眼前一亮 凭借此片 她提名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之后的两年 德宝电影公司趁热打铁 让杨子琼主演了 《皇家战士》 《通天大道》两部电影 正当事业逐渐争争日上时 意外发生了 有一次 杨子琼在拍电影时 不慎摔伤 一生误诊 杨子琼不再适合拍电影 这个消息 张26岁的杨子琼 再次陷入低谷 潘迪生早就想娶美人到手 这时的他 大胆地向杨子琼求婚了 杨子琼看着眼前 这个有钱有才的男人 也觉得这个人 不失为一个好的伴侣 于是 1988年 嫁给了潘迪生 婚后 杨子琼嫁夫随夫 听从潘迪生的建议 退出了影坛 可一入豪门深四海 豪门的生活 真的适合有主见 有拼劲的杨子琼吗 答案很明显 不适合 1991年 杨子琼和潘迪生 因为性格不合 协议离婚 另一方面 有个小道消息 也传了出来 在和潘迪生 结婚后的第一年 也就是1989年 杨子琼有外遇了 这个外遇的对象 来自也不小 他就是朱兆祥 也就是后来演员 胡静的老公 此人1966年出生 现任马来西亚 肖恩集团的董事经理 身价高达50亿 但是朱兆祥和杨子琼的恋情 被朱母极力反对 一向孝顺的朱兆祥 听从母亲的建议 和杨子琼撇清了关系 在感情上 连续遭受背叛杨子琼 将一腔悲愤 投入到了电影事业中 付出后杨子琼 俨然变成了拼命三娘 在拍摄《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中 亲自完成片中的高难度动作 不仅如此 他甚至一口气拍了六部动作片 其中就有与梅艳芳 张曼玉合作的东方三峡 就是在这部影片中 杨子琼和梅艳芳一见如故 成为了好朋友 多年后梅艳芳病逝 杨子琼不远千里来吊艳 更是打破女人不服林的传统 亲自扶着梅艳芳的棺材 送了她最后一程 长期拍摄动作片 也给杨子琼的职业生涯 埋下了隐患 1995年 在拍摄《阿金的故事》时 杨子琼从18米的高桥上摔下 颈椎严重摔坏 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看到这些情景 几乎要窒息了 就连一向见多识广 见过不少惊险画面的红金宝 也是吓懵了 意外发生时 导演雪安华眼泪直流 保险公司更是吓得不轻 赶紧把她拉入黑名单 在杨子琼受伤住院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身影也出现了 她就是杨炳良 杨炳良是香港警服珠宝行的董事长 曾与叶倩文 珍妮 关志玲等女星拍拖过 可见其烈焰无数 两人在一起大概三年之后 35C的杨子琼前往美国 拍摄《明日帝国》 两人最后因聚少离多分手了 感情上的一再不顺 让杨子琼变成了工作狂 或许唯有在拍戏的时候 她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1997年 杨子琼在《明日帝国》中 帅气利落 刺激冒险的武打动作 让全球观众惊艳不已 她更是塑造了 华人女性的国际新形象 同年 杨子琼凭借文艺片《宋家皇朝》 提名《最佳女配》 此时的杨子琼早已打败 王祖贤 林青霞等人 成为了香港片酬最高的女星 但是长期拍摄武打戏 对于杨子琼来说 身体开始吃不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医生恰到好处地 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这个医生就是哈佛医学院的美籍医生 艾伦 艾伦体贴的照顾 让杨子琼备受感动 于是在单身两年后 也就是1999年 她决定和艾伦订婚 但艾伦提出了一个要求 杨子琼退出影坛 和她在美国生活 考虑再三的杨子琼 在2000年主动和艾伦解除了婚约 如果结婚后不能够做自己 不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杨子琼宁愿不结婚 年纪越大 杨子琼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 2000年拍摄完卧虎藏龙后 38岁的杨子琼 开始以拍摄文艺片为主 但是就在此时 她与华亚电影公司总裁 仲在思认识了 不久他们发展成了恋人 不仅如此 两人还一起经营了神话电影公司 在恋爱期间 本不想再出演动作片的杨子琼 《未来爱情》 在2004年的飞鸣中再次冒险 亲自骑着重型摩托车飞越长城 但是两人的合作没有让电影大卖 反而让公司亏损连连 事业上的滑铁卢 也导致了感情上的破裂 同年两人分手 感情事业上的双重打击 让杨子琼身心疲惫 于是她听从吴宇森的建议 将演艺重心转移到美国 此后的她远离了江湖的刀光剑影 远离了打打杀杀 这个时候 法拉利总裁托德 也毫无缝隙地 进入了杨子琼的生命里 2005年 托德直言与和杨子琼订婚 但是杨子琼单方面 却一直为正面回应 或许是出于前面情感的遭遇 让杨子琼变得更加小心 直到过去了7年 才在2013年承认 将会嫁给托德 婚期暂定在2015年 而杨子琼自从和托德在一起后 在电影拍摄上也开始减产 从2005年到2010年 杨子琼先后拍摄的电影 依然是以文艺片为主 比如《异记回忆录》 《遥远的北方》 《黄石的孩子》等 2010年为了报答好友 杨子琼和吴宇森合作 拍摄《剑语》 再次出演武侠片 此后除了2014年 和真子丹合作《倭虎藏龙2》之外 杨子琼基本上 退出了武侠动作片的拍摄 如今60岁的杨子琼 依然和法拉利总裁托德在一起 只是结婚的日期 从2015年一直推到了现在 至于什么时候结婚 到底要不要嫁给托德 只有杨子琼本人知道 过去不管是潘吉一生 朱兆祥还是美籍医生 艾勒 他们都希望杨子琼 能够回归家庭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 但是对于生长于开放家庭 出身优越的杨子琼来说 做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永远排在第一位 如果结婚后 不能够做自己 不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失去了自我 那么结婚又有何意义 这或许是杨子琼和托德 携手17年 却没有迟迟办婚礼的原因吧 而对于杨子琼的新恋情 人们也乐于见到 两大女皇强强联合 往上传出很多祝福的声音 呱就是呱 我们要理智对待 或许是因为两位 优秀女性的互相欣赏 你来的多方猜测 也未可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